是蠻過癮的一首歌 因為它其實主要是在說人生有很多過客 然後我們要拒絕讓這些過客讓我們不開心 所以它簡稱就是罵人的歌 罵人的歌 有一點像是這樣子 所以每次唱的時候有一種發洩的感覺 所以我相信在KTV 如果心情不好的時候或是被哪個人氣到呢 回到KTV唱一下非得不可 我真的覺得詩安是一個好有氣質的男生 因為我通常罵人我要唱的歌 大概都是那種很直接 但是他唱的就是那種 我不是那個非你不可嘛對不對 好就是我覺得他真的是 這首歌對你來說 我覺得當然唱起來很過癮之外 很特別的是 還是戴佩妮寫的耶 是 哇好棒喔 對 勢在必行以後 戴佩妮再一次跟我合作 那其實我之前就跟大家認識了 然後他常常就把我當成弟弟這樣子 一直給我很多鼓勵 然後他也是 算是我的恩人 因為他對我的鼓勵跟加油 是非常身體力行的 包括這一次我12月7號的第一場大型演唱會 哇 他也要完成我一個夢想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有機會唱他的歌 但他也是一個很棒的表演者 對 我很想跟他一起表演 所以 12月7號演唱會 他也會是我的演唱會的嘉賓 演唱會嘉賓 意思就是說他不但幫你新專頂裡面寫歌之外 他甚至力挺你 12月7號的TICC演唱會 他也會到現場 那你們會一起合唱嗎 一定會 一定會一起合唱耶 哇 很期待 而且 除了有好朋友來助陣之外 包括像剛剛那個《非你不可》 我覺得你這次兩播的MV都好令我驚豔喔 一個就是帥氣穿很多的那個《非你不可》 有沒有 很冷啊 很冷啊 當天比較冷 所以你穿比較多是不是 而且你跟那個女主角幾乎 只有那碰到一點點的那個畫面而已 我覺得真的不過癮 所以那個導演李秉淳導演他非常的那個用心良苦啊 對對對 第二支MV就讓你大膽突破了耶 欸你們看過那MV了嗎 有 那看到那個MV完的那個心情是怎樣 是很嫉妒羨慕家有點吃醋啊 一直覺得哇好帥喔 到底是什麼樣的心情我很好奇耶 是什麼樣的心情 好帥 很帥耶 哇 好 所以我覺得導演很聰明 因為他完全不讓那個 讓我看到那個女生到底是誰 有沒有 對對對 而且那個女生非常的專業 我記得我到現場 因為我花了很多時間在畫身上的刺青 對 然後我們用了30個小時去畫 然後當要開拍的時候 已經時間非常的趕了 所以導演希望可以馬上開拍 所以我見到他 我連名字都還不知道 你就要在他 在他旁邊 在他旁邊 就是開始演那個對手戲 他就沒穿衣服了 他就全裸了 所以我覺得他非常專業 然後我非常的不專業 因為我一直害羞 然後非常的緊張 那你腳有抽筋嗎 哈哈 那時候我心臟有點抽筋 心臟抽筋 我相信他 因為他有螢幕是必須要 就是撫摸我的身體 對對對 應該經過心臟會發現 這個人是不是快死了 因為有點誇張 是 是 你剛剛講到那個圖騰跟刺青 其實我們現場也有準備 我知道每個圖騰對你來說 或者是對於那個整首歌來說 都有具有一個意義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現場也有準備 我們來好好的跟大家來講解一下 也順便看一下你的好身材 喔 真的很帥耶 我的媽 我的天啊 這個腰是腰 胸膛是胸膛的耶 好帥喔 哪一個比較帥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左邊的嗎 還是右邊的 都帥耶 好 其實每個圖騰跟刺青對你來說 都還滿有意義的對不對 是 來跟我們稍微講一下好了 其實我是被那個塔羅牌的故事影響的 因為大家知道塔羅牌 有一種玩法是你抽三張牌 然後左邊是過去 中間是現在 右邊是未來 所以我的身體也一樣 其實左邊都是一些 過去的很負面的圖騰 包括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鳥籠 它其實是一個人去樓空的鳥籠 它象徵寂寞 然後還有失敗的愛情 那右邊呢 就是一些我想要的 比如說我脖子上的這個燕子 很多人都有刺燕子 但很多人不知道其實燕子 它代表的是永遠的單一的配偶 就是 永遠只能愛一個人 然後非常幸福的在一起 對 然後像我的中間 因為我自己是雙子座 那我覺得我們常常都活在 就是過去跟未來的衝擊 一些矛盾點 所以中間都是一些矛盾的代表 比如說兩個公路在打架 這個也是大常見的 然後背後有一棵樹 然後還有一個絲 英語的絲 對 那這個絲其實很多人不知道是什麼 很多人覺得這些就是一個設計 或是一個效果 那其實那個絲呢 跟我的歌有非常貼切的關係 它是說愛情不停的 從我心裡掏空了許多 但是從來沒有給回我什麼 對 而到最後我發現其實是我不懂得怎麼去愛 所以它其實還蠻有意義的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可以去看看 許我水資 我一畫完 我的刺青都被領走了 都被領走了 對 就大家說欸這個我要那個我要 然後像那個燕子已經被我們公司一個同事領走了 不過它已經把它刺在身上了 非常的快 是是是是 所以其實啊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海豹看到它的好身材之外呢 好 還包括了手上也有那個刺青嘛對不對 對對對 手上就左邊有那個H HAT 然後右邊就是有那個LOE 對對對 我偶爾看到人家自己偷偷的畫在手上 對 畫畫就好了啦 其實我不要去去去刺 好 其實呢 大家除了可以在這個海豹上面看到 其實我們今天呢 只要買TSC演唱會的門票的朋友 就可以得到這個 我們要送的是這一張對不對 送的是這一張演唱會門票 演唱會海豹 而且呢 這個演唱會海豹 待會還可以請詩安來幫我們簽名喔 就簽在 看你要簽在哪裡 要付機可以嗎 好 來 所以呢 今天當然我們買演唱會 這個門票的朋友要送給海豹之外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好好來看看這支MV 因為你剛剛講的很多那個 不同地方的那個刺青有沒有 是 剛剛講完了 可是如果想要再度回味的話 就要來看看MV 因為MV好好看 而且那個 好看的到底是身材還是故事呢 好都有 好 不過剛剛講到這首歌 這麼賤 這麼的這個對你來說 其實意義也很重大 所以 今天真的要把握 我們台北青唱會的現場 要唱給所有的歌迷朋友聽喔 好 好 那我們先來唱唱這一首 來新專輯當中非常好聽的這一首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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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